小爷 刚把这蓝天一直说得很孤单很寂寞 说想让你做他女朋友 今天还要找你约会呢 估计要告白哦 我刚才 出去跟周明他们通了个电话 你都知道了吧 我姐给我发过消息了 芮芮这周末就要回去了 他们已经和好了 永远都不会不要芮芮的 Kwутств 叶瑞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啊 我是不知道怎么说 干嘛 我马上就要走了 现在唯一放心不见的 就是你 是吗 干爸 你去打算孤独终老吗 你很无趣 无趣 这样没有办法对小姨回来的 那怎么办 我帮你 小姨这两天一直说她 她很寂寞 很孤单 想让你做她男朋友 你再不告白 小姨就有可能跟韩叔叔在一起了 你刚才好想攻略 我去叫小姨起床 你 真巧 小姨 我们等你吃早饭呢 好 小姨马上就来啊 小姨 小姨 我打听好了 现在小姨超级想让你带她出去玩 那小姨有没有跟你说她想去哪儿玩 她说了 只要是你选的地方她都喜欢 我今天去找程悦阿姨玩 绝不来给你们添麻烦 这 那 你跟她说了吗 有人接你吗 来来来来 芮芮 搞定他们了吧 好的 哎 完美 没有心意 女生 一般都喜欢去哪里约会 老大被盗后吗 好好工作 这老大不会真的被盗后了吧 这不是我熟悉的老大 你傻干嘛 这就是老大 这肯定是想着怎么要追姜思涵呢 这蛋糕设计好了 什么蛋糕 前两天我在烘焙间 看到老大在做芯品 我就问了一嘴 他说这不是芯品 我又看到他旁边有个笔记本 我就偷偷地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告白 你们不好好工作啊 在这儿八卦什么呢 白哥 老大好像终于要行动了 你看 在群里面问咱们约会地点呢 看到了 也没见你们几个回复有用的 对啊 咱们老大好不容易谈恋爱 咱得帮帮他吧 咱得帮帮他吧 这个我擅长 我来我来我来 你谈过恋爱 老大 前什么时候还 你今天不用去店里吗 我想老板偶尔一天不在 员工应该不会扣我钱吧 那可说不准 你今天要说说 瑞瑞怎么在这儿 乔木和小玉桃出去约会了 我就带瑞瑞来上班咯 约会 你没听错吧 就 沉默那大石头 这火酒精 干嘛不是石头 不是不是 这说得也奇怪 他这告白都是没那么久啊 一直一动不动的 今天怎么突然开挂了 还是我们瑞瑞厉害呗 把这两个人 终于搞出去约会了 厉害啊 那当然 我们瑞瑞又聪明又可爱 来 瑞瑞 我们积个掌 积个掌 既然瑞瑞这么可爱 我的基因也不错 考虑 再来生一个 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吗 在哪 不是 不是 我是小孩子 你们连小孩子都要骗 对啊 这还是个小孩子 我们不能骗小孩子的 李景阳 还不去工作 嗯 好 我这就去工作 我这就抓紧时间去工作 我就安心工作了 给咱孩子赚奶粉去 你经常来这儿吗 也不算经常吧 偶尔 想不到你还会射箭呢 真是对你挺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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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以后慢慢聊天 会寻呢 我 我不会 我教你 刚才给你讲的你还记得吗 那你试一下 好 好 钱是要穿好 你放松一点 不然会伤到自己的 我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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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